受到全球疫情影响 国旅持续发烧 民众改往户外的景点游玩 而为在苗栗西湖的知名度假村 推出全新凤帽的梦幻铜花剂 让民众仿佛置身在五月雪之中 纯白花瓣绽放 多朵铜花洒落身旁 度假村贴心规划步道 让民众能够近距离赏花 尽情享受眼前的浪漫 疫情的关系 现在都比较想要到户外去踏青 刚好这边白天跟晚上都有一些活动 然后尤其是晚上光雕秀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铜花季节来临 全台热门赏童景点 吸引亲子客户外踏青 来到度假村白天欣赏铜花 在巴厘岛风格景观餐厅 为出国用餐 到了夜晚景色更梦幻 五彩缤纷光雕投影 搭配气势磅礴音乐 声光效果振折人心 通过光影呈现铜花 随风飘落的曼妙姿态 重建萤火虫背在草丛间 闪闪发光模样 赤字千万打造的梦幻光雕兽 超级细精 我们运用这个科技数位的一种力量 把这个萤火虫呢 还有这五月雪铜花 然后导入我们的大自然里面 让他们也用不一样的感觉 去欣赏不一样数位的这个 萤火虫跟油铜花 我们针对这个家庭族群呢 我们有推出一个12岁以下的儿童 是免费的 那就替爸爸妈妈也省了一些荷包 萤火虫小小光点 与铜钱草焦织成荧光蓝海 这是三亿蓝眼泪闪耀动人的奇幻美景 度假村发挥巧思 日赏通夜赏银 从早晚到晚都精彩 力拼拼拼续唱 三日新闻谷高树 妙力报导 接下来